单亲母亲不容易 这是实话 张博之就很不容易 这无关他有没有钱 而是在精力与心力的付出上 就不是钱能衡量的 何况张博之要照顾的不只是一个孩子 而是三个儿子 算下来2011年离婚至今 张博之做单亲母亲已经满十年了 十年来含辛茹苦 但不是没有收获 如今他与谢霆锋所生的两个儿子已经慢慢长大 他也慢慢迎来了收获的季节 近日张博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两张照片 一张是两个儿子小时候亲吻自己的照片 另一张是两个儿子如今亲吻自己的照片 两张照片对比起来 不变的是张博之还是那么美丽大方 变化最大的是14岁的长子谢震轩 留着一头卷曲长发的他 虽然只是展露出了侧脸 但是面部轮廓十分俊朗 看起来就像是谢霆锋的翻版 而11岁的次子谢震南就依然很可爱 志气未脱 不过相信未来也是个帅哥 对于张博之而言 如今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三子相伴左右 他依然在那么努力的赚钱 又是发展个人时装品牌 又是在内地接各种节目 做各种直播 说白了就是想多赚点钱留给儿子 让儿子未来有更好的生活 真的就是用心良苦 不管张博之的真实为人如何 做为母亲他尽职尽责 对孩子的照顾从来没有一丝怠慢 从前在香港生活的时候 他坚持每天为孩子做早餐 更是不惜凌晨五点就起身打理 之后将孩子送到学校 才开始自己的生活与工作 而寒暑假或是节庆 他必定会带着孩子到国外旅游 享受阳光海滩的包围 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重启工作的张博之不得不常居内地工作 为了不疏离与儿子的关系 他是不怕麻烦的带着三个儿子 一起前往内的生活 为的就是方便照顾儿子 事实上 从2011年张博之离婚后 这十年来他的悉心照顾下 谢震轩与谢震难听话 懂事成为了他的骄傲 这一点非常令人敬佩 要知道养育孩子与教育孩子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很多明星艺人都会花钱养育孩子 却不见得愿意留出时间 精力去照顾 教育孩子 像张博之这种在工作与生活上取得平衡的艺人 并不多见 何况他还要照顾三个未成年孩子 付出不是没有回报 令他欣慰的是 其中的两个孩子谢震难 谢震轩都非常听话 懂事 至少在他的引导之下 朝着正面 积极 向上的方面成长 所以张博之喜欢分享与这两个儿子的生活状况 毕竟是他的骄傲 他在近期就晒出了与儿子的一组惊喜对比照 两张照片中都是母子撒 做的都是同一件事 儿子亲吻母亲 张博之所要表达的是对儿子的爱永远不会停止 痛时也展现出的是他在照顾孩子中得到了幸福与享受 所以他留言有你们我很幸福 更借着歌词记忆你从来不是我的累赘 你是我用青春换来的宝贝呀 这几句话就表达出了对儿子的爱 好方式